左倉步道在地震過後多處落實攤方 為了安全起見 林保署花蓮分屬封閉步道進行搶修 不料最近還是有民眾不顧危險闖入步道 主管機關表示 目前除了加強巡邏勸導 在現場也架設了監視器 取締擅自闖入封閉步道的遊客 中年男子大步走出左倉步道 實際上花蓮強震後 這條位於花蓮市西郊的熱門步道 就已經暫時封閉 登山客上來我就嚇一跳 我想說很危險 然後昨天開始就瘋了 然後今天工作以後還有兩三個上去 你有跟他們講說不能上來嗎 有 我有說那個我沒有貼這個字用為理 他說他知道他要走上去看一下 他知道他還上去喔 對 邊坡探方掩埋步道 好幾塊巨大落石就擋在步道正中央 左倉步道全長3.95公里 海拔高度從70公尺 一路上升到海拔490公尺 強震過後步道3K以上已經阻斷 完全無法通行 加上花蓮地區余震不斷 步道邊坡鬆動常有落石 民眾貿然進入十分危險 我們評估這段步道目前算是還蠻危險的 我們是在前面有做了兩道的封閉方式 讓我們把搶修的工作完成之後 等到我們評估覺得它是安全的 再來開放給遊客進入 加裝為敵張天道市主管單位 林保署花蓮分署呼籲遊客 搶修期間遊客千萬不要進入步道 現場除了加強巡邏勸導外 也將架設監視器 取締闖入步道民眾並依法告發 記者許利勤 花蓮報道